为了推动有爱共荣环境 增进身心障碍者生活体验 市政府社会处 吸手海洋委员会 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 即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身心障碍团体代表 以及轮椅梦公园 举办Ocean Time 有爱海洋慢慢玩 启动记者会 我们这一次先做了 三种障碍类别 这也是有史以来 非常大的创举跟创新 我的同事们 大家很担心说 哎呀我有危险 因为我的障碍类别 算是蛮严重 所以大家就觉得 我不能下午 我也东倒西外 我扶不住 然后呢 但是我去到那里 我说我要 这个我要 这个我要 我每一个都去体验了 我每一个都去克服了 所以 那我想要 以此来说呢 如果像我这样子的 连坐都坐不住的一个人 都能够到海底去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机会 也都可以 那我们的障碍者的朋友 能够接触到海洋 我觉得是一件 令人非常感动的事情 那刚刚 玉兴也说了 40年 40年都没有 跟海洋接触 那所以我觉得 办这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但是 在这个活动中 我们需要很多 大家通力的配合 首先 先谢谢主管机关 真的在这个过程中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也要谢谢业者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 不但要办这个活动 还要把安全这个事情 要顾好 那也谢谢我们 各个不同的团体的好朋友 勇敢地站出来 参与这样的活动 可是参与了以后 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有收获的成果 但是我们主委 大概今年中 应该要对这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也要有这方面的 一些权利在 所以他指示我们 就是一定如果从今年度 我们就要编离 相关的经费 来补助 来支持我们 这个地方政府 有意义来推动 这个身心障碍 这个清水活动的 所以我们在 那个6月26号的话 我们也办了一个 就是我们 今年大概我们处里面 也办了一个 北中南东 有市场一个就是 就是海洋有爱 那个清海无爱的一个活动 那这四个我们 不自射先生 那基隆市 还有就是我们云林 还有就是台东 还有这门高雄 后续如何让 这些所有的这个 朋友们能够走出户外 见到阳光 其实就是代表了 我们这个国家 是一个非常包容 非常进步的一个 一个团队团体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 我这边会来 会来持续来努力 刚才市长有提过 安全是 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在 从事海洋游戏 我们这整年 我去年11月来的时候 我就跟市长帮忙过 我们要如何告诉 所有的朋友们 所有的身心障碍朋友 如何安全地 玩水域活动 而不是都是 日在管制的这个部分 包括市政府政策 推广大使杨宝珍 以及基隆市十大身心障碍团体 理事长等人 都一起参加这场启动记者会 共襄盛举 并且肯定市政府 为身心障碍朋友 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市政府社会处也表示 自8月20号开始 接受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总共有包括身心障碍者 和陪伴者一组 总共30组 60个人的名额 体验独木舟SUP 以及沙滩车等活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